主席大家好 有请原能会主委 蔡主委有请 主委你在你的这个 业务报告里面说 我们已经邀请美国核能管制委员会 派员来台湾 执行联合视察作业 针对农门 确认运转前的各项准备作业 已经完备 我想请教一下他们愿意签字吗 细节到底怎么执行 我不是那么清楚 可是他们同意来 跟我们一起联合视察 所谓联合视察 他联合视察的一些观察的结果 主委你已经说 那现场有谁知道细节吗 因为对美国人他必须签字啊 到时候核视察知识 我要找谁负责呢 对他提出来的报告 我相信他应该签字 要不然的话他为什么会 有签字吗 在场谁可以回答 欸 我们不可能进来做业务报告 我们跟他谈的细节 马总统可是说要运转的啊 趕快啦 时间请 那个主席请暂停记事 因为我们负责的那个陈处长现在正在美国 我要知道NRC 他们在这个事情上扮演什么角色 他是来陪着你看看好算的 还是看心算的 让我知道一下啊 当然不是啦 我想这样子 他要签字 有没有签字吗 你请他上来让他讲啊 有没有签字 答复啊 对他他当然不会在我们的报告中签字 不过他会在他自己的报告中签字 他所谓自己的报告是什么 回去他美国的报告是不是 对他会 所以到时候核四场出事 美国政府会一起陪吗 不然他NRC来这边是什么意思 联合视察什么意思 他有任何法律上 的这个这个效率吗 出了事情美国政府会陪吗 我想跟委员报告 所有的责任单还是圆人会在承担啦 所以你 那我们 我们 之所以邀请 我们之所以邀请 这个美国管制委员会 出了事 那希望能够借由 借由他的专业 能够对我们有一些帮忙 主委 最后的这个责任 日本这是辅导 何在多少过去 永和的日本的学者 官员出来道歉 有用吗 有用吗 刚刚曲天才委员 他讲说核电是只有神才玩得起的火 为什么 主委 为什么 你敢跟我保证 我们的核电厂百分之百安全吗 你现在给我保证 用你的身家性命保证 我还是跟委员报告 就是说假如 按照我们现在的法规 能不能保证你就保证 我不能保证啊 而且我们的所有要求的这个项目 都符合的话 主委 你不要逃避我的问题 他的风险是我们可以接受的 你的风险是多少 请问 一万分之一吗 风险有一个国际的标准啊 就是所谓的 safety goal 那 你讲人民真的懂了吗 这个这个蛮 蛮多的啦 所以 什么叫蛮多 我们人民要知道我们的核电厂 我想简单的来讲 简单的来讲 你可以接受这个 可以万一吗 發生一个所谓的万一也好 多少 几万分之一也好的 几率的这种严重事故啊 他对一个社区的影响 主委 不能超出其他试图 主委 千分之一 主委我问你 你要给我保证百分之百安全 马总统的河安家园 如果没有百分之百安全 那个就是骗局啊 我问你百分之百安全 你讲了那么久 你连我保证三个字 你都不敢讲 你讲啊 我跟委员报告 就是说从现有的法规里面 没有什么要求百分之百安全的 而是法规有很多个别的 各别的一些人 你不是神嘛 这些要求他要符合 主委 你就是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安全 吴敦医院长都不敢保证了 我总咨询 他说委员我连下个礼拜 我会不会感冒 我都不能保证 我哪敢跟你做这种保证 为什么 因为只有神才敢保证百分之百安全嘛 所以为什么我说 核电是只有神才玩得起的火 只有神才敢保证百分之百安全 啊神也玩给你看 他在宇宙中为我们准备一个太阳 太阳是核子融合 是核融合 我们为什么要冒着亡国亡种的危险 花大钱在台湾搞核分裂的核电厂啊 今天我们经济部的中央地质调查所给媒体给大家的已经讲了 我们在核市场的外海有12座海底的火火山 最近的呢 离这个核市场最近的是25.6公里 还有其他的正冲的这一座只有46.2公里 冰缸核电厂兼职人首相下令要他管你知道 冰缸核电厂离东京多远180公里 我们的地质条件是比福岛核电厂比冰缸核电厂还要差呢 今天台电要继续把核电厂盖下去 你给我们的业务报告 我们今天代表人民在这边问你 你说你这个我国核能电厂现有安全防护体制全面检体检方案 在4月19号奉行政院核定 台电已经在巴拉巴拉做些什么事情 我好 你现在在这样讲 我已经问你能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安全 你就是没有办法保证嘛 我就保证我们 我就保证我们检视完以后 假如经过强化 可以有万一嘛 一定会百分之百符合法规的标准 法规的标准是什么嘛 没有什么叫做百分之百安全嘛 就是百分之百符合法规的标准 主委 我跟你讲一件事 吴宝春 台湾一个屏东出生的吴宝春师傅 他去参加世界面包比赛 得到世界级冠军 TPBS记者访问他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准备比赛 我不是准备到百分之一百 也不是准备到百分之一百二十 我是准备到百分之两百耶 做一个面包比赛 他做了百分之两百的准备 我今天只是非常客气的要求你保证百分之百 我知道 你都没有办法做到嘛 我想我们其实也同样的观念 我刚刚委员提到这个总体检 我们又针对现有的这个安全 我对你的回答失望透顶 我跟你讲 这是中央经济部的 这个经济部的中央地质调查所给我的资料 合一厂合二厂中间有活动断层 三角断层 离合一厂七公里 离合二厂 这个离合一厂五公里 离合二厂七公里 这样可以吗 这样安全 这怎么加强啊 你怎么样加强到让活动断层 变成不是活动断层 跟委员报告 这有在你们的4月9号行政院核定的这个什么 安全防复体制全面体检方案里面吗 当然是有 但是 因为以目前的这个资讯来看 就是要看刚刚委员讲的这个三角断层 它的这个 这个长度 跟 这个地质的这个状况 好 那目前是已经有一个分析 是以 是 目前至少符合 好 那你告诉我 你们要把合一合二跟 那我们 我们有一个 我过去 提高分析系数到几期 就 有一个精进的方案 是要把这个断层 再做一个更详细的调查 包括海域的部分 那这样子 总长度才能够比较确定 请你听清楚我的答 我的问题 是 我们的公共工程文会主委 李鸿源主委 在上任第一天就跟媒体说 我们的核电厂的防震系数都不够 那你们现在是要把我们的三个正在运转中 以及核四厂的防震系数提高到几期 请回答 目前比较确定的是核一会提高 到几期 几期 但院长指示就是要提高到0.4G 跟其他的三个厂是一样的 那其他三个厂还是维持原来的吗 其他三个厂 包括合一厂 还是要等到 这个所有的这个 刚刚讲的这个 断层的这个调查 全部做完 然后分析完 那我们会再来判断 目前的这个设计标准 是不是足够 主委 李鸿原主委 李鸿原主委在第一天就说是不够的 为什么 因为呢 我也一样 我去请教过台大地质系的陈文山系主任 他说台湾的北部跟南部 要遇到规模八的地震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 他那一天李鸿原主委也讲了同样的话 我们还要再调查吗 我们要调查到什么时候 核四厂是民国六十九年规划的核能电厂 已经三十一年了 三十一年前0.4G的抗震系数 可能是觉得很不错了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你不要说规模九的地震 我们看到积极大地震 我们气象局长心在琴的名字在上面 发表在科学期刊BSSA上面 7.6级的921地震规模7.6 它的这个超过0.4G的范围 甚至还高达1.2G 长200公里 宽50公里 所以今天你还要再调查什么 人家冰缸核电厂 本来要把防震系数提高到1G 日本首相认为这样还不够 干脆全部都停 他们的5号机才用6年而已 所以今天日本人 他不是看你新的机组 跟我们报告 到底会发生多少 这个规模的这个地震 也要看它发生的位置 到底是在哪一个断层 那这个对电厂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会做这样子的分析 台湾如果没有核电厂 我看原能会大概也就不需要存在 你们跟原能会根本是共生共荣的关系 我跟我们报告还是要存在 第一个 我们现在医院 我们现在民生应用的这些 这个辐射源的管理 这个还是需要原能会 然后所有这些废料 即使不是从核能电厂来的 还是需要原能会 然后呢 这个只要有电厂需要厨艺 这个还是要原能会啦 所以我想原能会 还是需要存在 主委 我只奉劝一句话 不要等核电厂出事了 才肯关掉核电厂 才肯停止使用核电厂 这个就是今天日本政府 我接受委员的这个 我接受委员的这个 最大的意义 是 那就不要跟我们讲 说什么核安家园 就是非核家园 只有非核才有真正的核安 今天我们讲核电厂 就是在核电厂出事 我们回到核电厂出事